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我真的好讨厌一个月 换一次位子哦 我也是 要跟敏绝做我才能抄他作业啊 可是你是跟常浩坐在一起 又怎么样 因为常浩非常受女孩子们的欢迎啊 他跟其他的男生不一样 很安静又乖巧 而且我还听说他是超级有钱人家的儿子呢 是吗 既然这样我就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了 什么嘛 怎么又是豆子跟小鱼干 都说我不爱吃了 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啊 他的行为非常可疑 到底带了什么饭菜来啊 尝啊 一起吃吧 真不甘心 哦 金长浩 我今天非要吃到你的便当不可 大家都去上体育课了 不要把握机会 太好了 怎么会这样 完全没有装过食物的痕迹啊 怎么回事 金长浩 可疑的地方很多 哇 天啊 嗯 什么 有钱人怎么住在这么破旧的地方 哥哥我好饿啊 哎呀吃饭 你们等一下 你们等一下 我现在就去煮哦 我现在就去煮哦 小梅子 你怎么在这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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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跟我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姐姐 我可以叫你姐姐吗 我也要 我也要叫你姐姐了 嗯 不可以 这我先叫到 所以你不可以叫 为什么打我 你叫我 你叫我 姐姐姐 你们两个快要吵了 小梅子你好厉害哦 哦 因为我家里也有爱吵架的弟妹 就跟你一样 我也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弟弟 原来如此 是 好呀 就是习饭 妈妈什么时候来 妈妈会做好吃的给我们吃 就是啊 你们两个不要这样 是谁说可以挑食的 哥哥辛苦做的饭 难道你们不想吃吗 小梅子 今天谢谢你了 别客气 我偷偷跟在你后面 对不起 没关系啦 你是我的朋友啊 你妈妈都很晚才回来吗 啊 不是 爸爸妈妈回家之前 你一定很辛苦 其实 我爸爸过世了 而我妈妈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什么 妈妈上个月离开家 说要出去工作 就没消息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放在冰箱里面的小菜 全部都不见啊 请问是谁 是谁 哇 哇 你给我好吃 有我最喜欢吃的架鸟肉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奇怪 哦 嗯 哼哼 哦 哦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妈妈 老公 美美 弟弟 开始行动 快点趁现在 我的胸怎么了 你看 这就是你从冰箱 偷走小菜的政绩啊 我就知道会这样 所以在冰箱的门把上涂上荧光涂料 快给我输 你把小菜拿到哪里去啦 小梅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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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哦 哦 妈妈 你叫谁啊 我妈 你是谁啊 哦 哦 对不起 因为你很像我妈妈 我是小梅子的朋友 我是来玩这个的 什么啊 嗯 小梅子每天早上送来的小菜 我们收到了 谢谢你 哦 那这么说 嗯 嗯 我本来想把盒子还给您就走的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啦 今天我会再给你一些 下次有需要就拿着盒子来找我 小梅子啊 你有这种事可以跟妈妈直接说啊 干嘛要偷偷送小菜来呢 因为我怕爱骂啊 常好的弟妹一定很开心 嗯 弟弟妹妹都说小菜超级好吃 哦 我的手艺不是普通的好 妈妈 好了 这位是小梅子的妈妈 妈 不是我的妈妈 灰尿 好的 你都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就补捞了 噢 不知道 好开心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您 哪里 快进气吧 他们还在睡呢 请问知道这个住址是哪里吗 麻烦请给我看一下 给你 这是我们家的地址 是我妈妈寄来的信 你们过得好吗 妈妈临时决定去外地工作 一大起早就出门 没有跟你们说一声就离开了 因为工作太忙 一直找不到时间回家 对不起孩子们 妈妈会赚很多钱 很快就回家 妈妈 谢谢你 lucky サ万能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忘了带重要的物品 一年级的教室在右边 刚好我现在也要走那个方向 我可以跟你 天哪 怎么这么巧 刚好我妹妹也是一年三班的 我来带你过去好了 那个人是谁啊 他好像穿幼石国中的校服 我第一次看到小梅子笑得这么害羞 下次不要慌慌张张的 要记得收好 知道了吗 好 不过哥其实不来也没关系 因为妹妹说会借给我 哇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妹妹就是我妹妹耶 哈哈哈哈 这样啊 看来我真的问对人了 哈哈哈哈 我常常听我弟提起你 听说你每次都会借他用具 哈 没有啦 我只是做朋友该做的事嘛 我现在也该回去了 改天有空到我家来玩吧 哈 姐姐 人家只邀请我这么多人去也太那个了 这是什么话啊 她是在我们所有人面前说的耶 小梅子说的对 你要听姐姐的话 小梅子 找了老半天 说好要去我家怎么会在这里 去你家 搞什么 不是说好要一起做分组作业吗 对啊 可是糟糕了 我们今天有别的事要吗 什么嘛 明明是他们先约我们都不是吗 到底忙着做什么啊 他们说 要去昨天那个帅学长的家里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哎 你们今天收到巧克力棒了吗 我妈妈送给我一捡虾哦 妈妈送的巧克力棒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真是幼稚 什么巧克力棒结 小孩子才会注重那种结日 米智 早安 小梅子 那个是 你也准备巧克力棒了 什么 哎 其实这只是 送给平时要感谢的人 一份小小的心意而已 平时要感谢的人 我也准备了一个 不知道这样他会不会误会 我打算下课之后送给他 下课之后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小梅子跟米智还有女神 带来的巧克力棒 全都送给谁了吗 听说送给那个英俊的学长了 你说什么 我朋友的哥哥跟那个学长在同一班 那个学长是学校篮球秀队 长得英俊又是体育健将耶 在他们学校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他那种长相根本谈不上是英俊 虽然是篮球选手 但是他的身高也不够高 那不是那个学长吗 跑啊 这怎么可能 这么早就找叶毛了 好 同学们 不好意思 可以把球丢过来吗 好 谢谢 对了 同学们 你们喜不喜欢吃饼干 因为我平时不常吃饼干 你们是国小学生 应该很喜欢吃饼干吧 国小学生又不是小孩 你们不喜欢吃饼干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送的 她的名字好像是小梅子 我忍无可忍了 我会让你知道我比你的条件要好多了 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变得比你还要帅 请问教练 想要快点涨高要做什么运动 可是 你是国小学生吧 你这个年纪这样也不算矮啊 这种程度还不够 请告诉我会涨高的运动 对成长有帮助的运动当然很多 像是跨篮赛跑 是一种可以同时跳跃跟跑步的运动 常常做伸展运动也很有效 请问你说的是哪一种伸展运动 怎么回事 你什么时候开始来这里的 今天开始怎么样 你少管闲事 你们两个是朋友啊 这样的话更好 跟一个人埋头苦练比起来 两个人一起做会更有效果 这些是我好不容易跟田径队队长借来的 是吗 我也拜托我爸帮忙 好不容易借来了这个 只靠平凡的运动是动不过那种强敌的 要抱着赢过马就能赢过学长的心态 拼命往前奔跑 重来 明天也是六点在学校操场 我一天也不会休息 没有 我也跟你一样 我也跟你一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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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高了0.5公分 嗯 我今天也凉了 我长高了0.6公分 小妹子 明智 你们两个这个周末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刚好有免费的票 啊 可是这个周末我们有别的计划 好啊 一起去吧 那我负责买爆米花 我们还是先配合他们吧 我猜他们家里最近应该发生了不好的事 这真的一擦就会出现效果吗 听说只要几天就会有效果了 你要什么时候擦呢 今天晚上就要 你呢 我来这里之前已经擦了很多 那好吧 过几天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各位同学早 没有人迟到吧 允熙跟陈勋还没有来上学 允熙跟陈勋都还没来吗 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呀 啊 该怎么办才好啊 校长 我打电话去他们家 说两个人一大清早就出去了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那该怎么办 你在哪里 陈勋 允熙 允熙 啊 这怎么可能 今天早上因为没看到陈勋少爷 我还以为自己走去学校了 陈勋跟允熙两个人都没来学校 请问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呢 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前几天我在公园里 看到少爷拿了什么东西给允熙 奇怪 这是什么 这个是 不过 叔叔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这个用掉了一整瓶 那他们能去的只有一个地方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 等天黑了我们再出去想办法 什么 少爷 忠熙 宠熙 允熙 那是什么 不能 不可以 不要干 不要 不可以 不可以 少爷 里面很危险 你们两个 咱 熊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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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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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哎呀 是普通的 哇 感谢观看 如果这样 小梅子 对不起 小梅子 我们一起撑一把伞吧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我可以等雨停了之后再回去 可是小梅子 现在雨还下得那么大 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不要固执了 还是跟我一起撑伞回去 这么小要怎么一起用 这样吗 你也不用再坚持了 快点回去吧 我真的没有关系啦 对不起小梅子 下次我一定会代替 两个人一起用的大雨伞的 难不成要我一辈子都不要带雨伞吗 是下雨的关系吗 还上不出来 什么 什么 好 겼 不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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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呀 哎呦 哎呦 笑没事 妈妈 怎么现在才出来啦 你知道妈妈在外面等你多久了吗 来 不要临时了 快点走吧 不要 我要紧紧黏着妈妈 你这孩子怎么会突然做出 平时不会做的事啊 这么大的还撒娇 小梅子啊 嗯 下次去市场 妈妈会买漂亮的雨伞给你 真的吗 可是像今天这种下雨天 妈妈来学校背着我回去也很不错呀 什么啊 对了 妈妈 你先等一下哦 老板娘 这个借我一下 用来当作给我的洗衣费 什么 你说当作洗衣会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多问啦 很重呢 你抱紧一点啊 好 嗯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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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